嗨 大家好 我是深入人心的成员 艺人学员郑云龙 在1点1度的 艺考时间 都要到了 然后不知道你们准备的怎么样 其实 考试这个东西 还是要看发挥的 对 还是要把自己的心态表现好 我从小其实接触艺术的教堂 就真正细腾地去学专业 其实是08年去北京大约半年的时间系统 去找一些专业的老师去学习 然后就硬着头皮去考试 其实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信心 你要去 你要告诉你自己每天催眠自己一定能考试 然后就是发挥 那肯定是可口的练习 这是必要的 但是不要在考前练得特别狠 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小经验 对 因为 人的身体 脑子 包括你的技能 都是有耐力的 这个耐力不是说你短期就可以去 让它变得很强大的 是需要一点点积累 所以考前呢 还是希望大家放松一下 去消化一下 更多的是 用脑子 用心理去感受一下 要考的东西 当然还有一个就是要有信心 要对自己有信心 要对自己有信心 不要紧张 也不要过多地去 压力的特别大 给自我压力特别大 因为放松一点 然后会觉得 一想不到我的结果 这是我自己的经验送的几次 希望你们今年能考上好的成绩 考上下去的那所大学 也希望你们能开开心心 开开乐乐 各位议考的 弟弟们 我现在的意思是说 开场白早说的 大家好 我叫 好夸啊 这个时候 别说话了 各位参加收入人心的 各位收入者 各位收入者 各位收入人心的小伙伴们 大家好 我是蔡成玉 我们的 议考生的姐妹们 你们好 小可行 推来的 议考生的同学们 呃 我是南风 我们一起加油好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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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